詢問到極高的一個波鞋款 我自己很喜歡 因為它是我的風格 大大正 有增高的鞋墊 也是非常之舒服 也有增高的 猜不到 這個是一個比較型格的款式 它是拼了真皮 鏡皮配襯真皮 還有一個尼龍的組合 你會見到其實已經有這裡的厚度 大約這裡的一個厚度 這個是鏡皮 而且你會見到它的拼布設計位 都是做得很細緻 我是穿著235的 除了一個真皮的拼接之外 你也會見到一些波浪的刺繡的造工陪塵 這個是這樣的一個款式 這個就塞了 這邊就是一個款式 沒有塞了 在這個位置就做接駁 這裡也有少少的細節 這個就是一個兩行的帶位設計 它是做了拼款的 這個就是打結的位置 做了兩式的配搭 這個就是鞋墊位置 非常之軟屬的 它是做回整對都是一個很軟屬的鞋墊效果 牛爪也有軟屬的保護 一對很漂亮的一個波鞋款 說了另外一個重點 這個款式大約一對的重量是800g而已 正常的一個波鞋的 或者鞋類的重量 不特別重量 如果你說特別重量的那些 通常都要去到1200、1300 我都沒有入過這一類的重量 正常一對鞋大約1000g 就是1000g左右 它是百搭一對 所以都是正常的範圍裡面 穿得非常之舒服的 你會見到我增高了 沒有穿了 穿了 沒有穿了 是的 還有它那個鞋墊也是很軟身的狀態 很軟軟的 那我現在穿絲襪襪 那我穿是適合的 另外我有試過 其實我穿絲襪襪是有一點鬆的 是的 那如你冬天穿正常的襪 正常的襪 OK 我也都試過穿冬天的厚襪 OK 是的 那如果你說穿絲襪襪的話 就有一點鬆 那可能綁鞋底就綁了一點 Cotton襪 即是普通的麻花襪 都是有一點鬆 我覺得鞋帶上可以調配到的東西 那如果你說最適合的尺寸 我自己穿下去 就是穿冬天厚襪 就是最適合的 但是如果你說香港現在沒有去到寒冷天的警告 就未必需要穿很厚的襪 那如果正常的狀態 可能穿Cotton襪、麻花襪那些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可能在鞋帶的位置自己綁著一點 或者索一點都可以解決到那個問題的 我就穿平時的235、37馬 那就OK的了 是的 非常之漂亮 我這個也是 一穿就OK 個人比較懶 形格一些的Style 很漂亮的這對 很形格 如果你喜歡襯Lady一點 其實這樣也好看 當然你說襯褲、襯牛仔褲、直腳褲 我自己比較喜歡襯這些鞋 襯直腳褲 那可以 即是男友褲更加喜歡 因為可以摺起少少褲腳位 鬆一雙鞋出來 如果你喜歡襪扒褲 都可以的 因為它的鞋頭可以carry得到 所以對我來說 這一類鞋型 是很適合我自己襯衣服的Style 那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再看多一次 它是一個軟的鞋墊位來的 整對鞋都是軟身的